注意一点 一旦你锁定的目标到不了怎么办 假设你锁定了10%利润 它只涨5% 它就不涨了 它最后的上冲动能只有5% 那么你是等了10%还是不等呢 不等的话 实际上你还是没赚钱 所以说这叫看盘面 比如说结合了一些K线的形态 比如说原来从多头趋势 变成了一个空头趋势 那么我管了百分之多少 我就要卖 那再一个 你可以看一下指标 比如说指标现在这里也开始什么了 这个开始开始向下了 是吧 这时候它是像短线的一个下跌趋势 它就出来了 那么干嘛要等着利润呢 实际上我觉得买股票 你的买入也好 你的卖出也好 尤其你的卖出 跟你个人的成本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你不是庄稼 庄稼有关系 但第一我们每个在座投资者 你卖出股票的时候 你卖出的价格跟你所持股的成本 没有任何关系 只跟这个股票的价值和盘面的反应有关系 如果的股票还 它的价值还是严重被低估的 我们继续持有 如果这个股票 找到了一个很高的泡沫 我们就卖出 如果这个股票盘面上走强 我们继续拿 如果盘面上变弱 我们卖出 跟自己的成本没有关系 不论你的成本是远远的低于他 还是远远的高于他 很多人这样的想 大牛是赚钱的人 很多人他是这样的 他卖出了 买入了股票 涨了很多很多 然后他刚开始六千年往下掉了 他会想到什么 反正我成本很低 反正我成本很低 怎么他都跌不到我这个成本去 他就一直的持有 把自己的利润一天天的在这市场中耗尽 最后可能赚不到钱 甚至亏钱出来 这都不是理性客观的 而且都是投资的大忌 不能想到反正我成本是多少 然后我就怎么样 跟着市场走 看着盘面说话 理性客观 这是分担卖出法讲的一些内容 这个股市这个市场 充满了陷阱的市场 充满了不真实的市场 您说 那个不要紧 因为我觉得分担买入法 我更倾向于普通投资者去右侧交易 去右侧交易 不是在 不要在这个阶段去分担买入 这叫什么 这种很多时候 这叫做在下跌趋势里补仓 这不符合分担买入法的一个 下跌趋势里补仓 是非常非常不科学的 因为你不知道它会跌到哪去 虽然这个股票 比如说中国传播 我觉得它跌到100和线已经很值了 但是你不知道它最后会跌到哪去 所以这种投资 我觉得分担买入 大家最好要做的是在右侧交易 我打开这只股票 在这个阶段去买 甚至在这个阶段买 这都可以不算原则性错误 对吧 这右侧嘛 这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买 右侧买入 在这个阶段买 不要在它漫长的下跌过程程中 不要在这个阶段去买 当然根据行情的不同会有不同点 但是基本上的重仓位还是在右侧进入的 重仓位的钱 因为有些市场行情在一个阶段 它是个震荡式 这个阶段的市场特性它是震荡式 就是什么呢 跌多了它就反弹一点 反弹多了它就跌一点 震荡式里往往它可以用左侧交易 跌多了的时候我进去 第二天一反弹我出来 但是这样的话 我想对在座的人 多数人的话 是不应该去把握这种机会的 也不要去把握这种机会 没有意义 你说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需要这样做 对要减仓 不是你看啊 它这个股票减仓减的什么时候 咱们就不看分视图 分视图可能会有 咱们就看大的界限 这天徜徉了以后涨停 这天如果是个跌停的话 通常情况下 如果我去操作我会减仓 最起码我会减一半 可能会减 最少我会减三分之一吧 也可能会减一半 如果对公司长期看好的话 我可能就多留一点 对行情看得更准的一点 如果对行情不准的话 我甚至我全清了 涨停板一般不减 不减 对了第二天直接 他第二天应该是低开的 低开低走最后跌停 这个第二天低开低走 那是要减仓的 通常情况下 这种票要换到我的手里 我会全清掉 不论后面的行情 咱谁也看不见会怎么样 对吧 我会全清掉 因为前面这块我挣了一段利润 然后呢 这段分时盘口弱化 锁定利润 我全清掉 等在什么时候进呢 如果再看你的股票 在这里出现了缩量 我讲缩量要变盘 这里缩量缩得非常大 非常明显 这种缩量下跌通常不可怕 我昨天讲了 缩到这里 后面要变盘 我在这里有变盘的时候 我再进 在今天八个点 阳线那天我再进来 看盘面 还是看盘面 这天通常情况下 我不喜欢追涨幅超过5%的股票 甚至我一般全股票头天 我既要选温时盘口强的 又要选当天涨幅小的 如果当天空长期盘下 我会从0%到3% 这个期间就选股票 第一当天 它可能下午会涨 然后呢 不怕当天大盘 如果尾盘掉下来 最后有风险 一般买股票 像这种走势的话 通常买在早上 开盘前半个小时 或者是中午开盘前半个小时 中午复盘开始选股 选出这种 白天分时盘口强的 并且在自己自选股的股票 在自己股票持练的股票 然后下午建商 很多时候中午一点半 都会有相对的 当天的一个低点 只是买入股票的一个规律 我昨天大概了讲一讲 分时盘口强 这种就明显的不强 它跟大盘走的曲线基本一样 这种 一个是在均线上 再一个主要的看 它跟大盘之间的关系 如果大盘是跌的 是走这样的图 但这个股票是一直在的 横盘不动的 它是抗跌的 这个股票的分时盘口就显强 或者是它低开以后向上的 大盘是向下的 这种分时盘口显强 向上以后呢 它可能就会在均线的 日均线的震荡 震荡那种股票就要关注 买这种股票选择 就是这个股票走的一定要有个性 跟大盘走的一样 不行 比大盘更菜不看 短线啊 比大盘更菜不看 当然有些股票也还要看 比如说那种强势股 突然直接挖坑洗盘 大单劈了啪啦 往下砸 你就看到卖盘好像很踊跃 上出货 这种情况多半是洗盘 就是装家要卖货 他不会拼命的拼命的跑 往下硬砸 硬砸制造恐怖多半是洗盘 卖货的时候他会怎么卖 比较常见的卖货形态 但是第一天平开或高开 全天在均线之下震荡 然后小跌 慢慢慢慢跌 最后有一个自低点 或者最低点收盘 这种形态是一个出货的形态 像这种开盘就哗啦哗啦猛杂的 只要这个企业没有太大问题 比如基本面没什么利空 加上就是大盘没什么暴跌 这种股很可能是洗盘 洗盘的话不是让您在这种暴跌时候去接 而是等他洗盘挖完坑之后起稳了 你会发现他慢慢低点逐步太高 向上走 或者是迅速的打一个低点 然后微型就转起来 这种是买点 当然了 尤其是换手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这个量能呢 洗盘情况下 这个当前的量能应该是做量的 最起码不能放出巨量来洗盘 这种巨量的洗盘 这种形态一般看不懂 很多股票 选股票 谁也不是神仙 很多股民问我 我就说看不懂 你确实看不懂 看不懂的股票就不看 放弃 炒股一定要学会放弃 选自己看得懂的股票去买 1700多只 你干嘛老跟了几只较真 比如说今天量能 就突然就放的很大 比如这天 放的很大 就是这种形态 如果人问我 非常想买 我也不能告他 绝对不能不买 但是我是绝对不会买的 那我就说这种股票看不懂 量太大 高位 这种就不是好 但是后来你看他又破了个新高 那不管他 这个部分钱 爱谁赚谁赚 反正稳健的投资者不去赚 就不要理这种走势 选自己看得懂 看得明白的 看得清楚的股票去买 这个常用的骗子 刚才讲过一个虚假交易 第二点就是制造假消息 这点是 我想炒股的每一个人 都是会受过这个假消息所害 现在的社会有什么特点 就是信息爆炸 但知识贫乏 你上网啊 报纸媒体啊 铺天盖地的信息 炒股那是铺天盖地的信息 但是每个在股票参与者呢 对股票的了解 这个知识是非常非常贫乏的 这是我理解 这信息爆炸 知识贫乏 所以说就造成了什么 假消息当道的这样一个市场混乱的局面 市场充满了消息 打开股票 他说当天送出黑马股 本周获利20% 这种消息发在你手里 你想都不要想 肯定是假的 你想如果你一周都能获利20% 一年下来 你就是巴菲特了 你就可能成为中国的首富了 你用富力打开计算机 你算一算 你会挣多少钱 所以说地球上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所谓的高手 他无非就是在行情启动的时候多赚点 行情不好的时候少亏点 仅此而已 谁也不是神仙 不是说跟着哪个老师 跟着哪个人 你就会带来第二天就抓板 当月就翻番 即使是当月实现了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盘好和运气 而不是对方的实力 他也没有这个实力 只是行情好的时候多赚点 仅此而已 面对假消息 大家一定要想 这个地球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 绝对不能信 谁给我提供消息 我也不信 我个人是个消息的相对排斥者 每天很多人告诉我 这个股公司怎么样怎么样 我的回答就是 我可以看一看 看盘面 盘面是最公平 最客观的地方 一切的消息 一切真假 在盘面上都有所体现 你说这股票出了消息 花价涨停买出货往下掉 然后告诉你有消息 这只股票要10送10 10送12 打嘴不能买 如果这个股票 你知道消息之后 盘面你看着巨量的扫货 然后一路高海高走 那么可以适当参与 是吧 就是一切要结合盘面去看消息 做股票 讲要耳听 耳听六路眼观八方 实际上关注的就是消息面 但对消息面 大家有一个辩证心态 去看待它 很多人喜欢看那些网站上 推荐的股票去选股 多半的话 这些网站都是收了 不能说网站 媒体 他都不会在这个股票的 最底部去推荐它 一般都不会这样的 把钱给你赚 一般都不会 很多股票 你看到了以后 这个股票已经拉得很高很高了 让你去追高 要不给庄家抬轿子 要不你就是配合庄家出货 很多人接到很多电话 什么某某某某基金谈合作 这一件股票 你可以尝试的观摩观摩 这只是很多时候 是一些小机构的出货手段 他就一天给一万个人打电话 那一万个人当中呢 可能有一百个人买了股票 每个人买了这个股票 他让你观摩 实际上你观摩的时候 可能就会买 买了这个股票以后 一个人平均 咱就算买一万块钱 可能都不止 那就配合 就帮助庄家出了一百万的货 是不是这道理 出了一百万的货 那那就 就是庄家出货的手段 也可能真的 它多半是手段 这是假消息 大家一定要拒绝那些 推荐股票的消息 推荐股票的消息要拒绝 最后通过消息炒股的人 最后的结局都差不多 就纯靠消息炒股的人 他可能这个人有一定的 上层社会有一定的关系背景 可能在一个阶段内 挣了很多的钱 但是呢 由于他的钱来的容易 挣的也容易 最后呢 往往的这个人会把这个钱 早晚要还给市场 最少要还给一部分 很多消息是真的 千真万确的 对企业有重大利好的消息 今年我有个朋友 去年我有朋友 去建了这只股票 这只不是这个股票 叫 ST 这水泥股 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不是说吗 是一只 是一只ST股票 他从国资委那里 听到消息 说陕西国资委的要重组 这个人很有背景 然后他就进去了 并且借了一部分钱进去了 马上杀进去 那股票随即 过了没一两天 涨停满停牌 涨停满停牌 好像是ST70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ST70 你看他的基本面 涨停满停牌以后 这个随后就停牌了以后 就把它关进去了 关进去停牌 参与停牌 等待这股票又开盘的时候 连续的电停板 连续的电停板 股价砍掉了百分之六七十 叫ST 我现在一时讲课讲的迷晕 想不起来了 一会给大家找出来 你这股票 借来的钱 自己的钱 亏的一塌糊涂 他认为他有关系 有人脉 得到了内幕消息 最后就死在这只股票上面 所以不能单纯靠这个东西 自己还是要有自己的股市 还要有本事 很多人有资源多了是坏事 我为什么炒股不喜欢跟过多人交流 就是一个是你认识能人多了以后 它有一个弱点 就是你对自己的依赖性就弱了 你老想依赖别人 自己不会有太大的进步 第二点 你认识能人多了以后 你本来这个观点是对的 但是大家这个人说东 那个人说西 最后你可能就会影响你自己的正确的判断 大家学炒股最后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炒到最后是要越炒越孤独的过程 不是越炒越社会性的一个过程 是越炒越孤独 因为可跟你对话交流的高手是越来越少的 越往上人越少 越往上人越少 越炒越孤独 第三点就是一些这个回避手段 就是压低进货与拉高出货 这不用说了 股票都是这样的 很多股票就是压低吸货 这轮牛市有一个大牛股 就出现了很典型的压低吸货的形态 给大家翻一翻 这只股票 在这个区间 盘面上有非常明显的压盘迹象 在那板块启动 它不跟着 尾盘往下砸 然后呢 这里最经典的是出现了这种形态 叫串音喜盘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根音线 串音喜盘 这为什么我说这个股票是串音喜盘 而不是跌呢 因为这个九根音线非常难看 但实际上呢 股价没有跌多少 加上前面的三根音线 加起来有12根音线构成 他股价没有跌多少 而且呢 这里还有还有上影下影线都有 这么多音音线制造恐怖 股价没跌多少 并且缩量 盘面上大单子 现在你看这个盘面是四千九 下面就三百多 一千二百零八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盘面 当时这个盘面 上下都是进万手 下面上面最明显的就是进万手 四千五千码的码的高高的 甚至上万手单的码的这个盘面上 这种盘面多半不正常 就叫量能盘面的量能异常放大 就是明显的压单 不想让股价涨 然后下面有接单 两个单的一顶吃货 在这里出现比较明显 单机制股票我也做丢了 后面元旦当时清仓出来之后就没有关注它 但随后元旦元一号开始 这只股票开始拉涨 最后走出非常好的行情 但这只股票在低位的时候 我是经常关注的 这种大家以后遇到这种形态 一只股票业绩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盘面上那个卖单买单 异常放大股票不涨 并且出现了连续的阴线 但是股价也不怎么跌 在一个相体内震荡的情况下 大家要关注这样的一个股票 这种压单 这是属于典型的压低吸货 这样的走势 典型的压低吸货 这个主力 这整个实际上这只股票 在进入这个震荡区间的时候 它都有明显的移动 在这个整个的区间 但是最明显的是 是进入到12月以后的这段行情 它是最明显的 进入到12月以后的 它这两天是量能放了一些 然后往上涨了涨 随后它就出现了一种洗盘形态 随后再出现了一个洗盘形态 这个洗盘的目的 它是为了使你把筹码交出来 大盘涨了它不涨 人的耐心都是有限的 一个股票长时间不涨 你会在这个股票 玩这个股票人会卖掉的 它的目的是为了 把这部分人耗出去 现在讲这股票 庄家吸货 是比较难发掘的 不要以为所有庄家 都用大胆吸货 我当年在宁波甘土队操盘的时候 我当年就非常喜欢用一笔两笔 甚至是几十笔的单子来吸货 全天的股票没有大单 全部用一天几十手几十手的吃 你在盘面上没有明显的移动 一般的人吸货的时候 是最不愿意让人发掘的 很多吸货的股票 你是发现不了的 根本从技术分析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这个时候 他不希望任何人知道 他进入这只股票 但是最容易发掘的什么 是股票启动以后 拉升的时候 这是容易抓的 这在技术上是容易办到的 吸货的时候 没有那么简单 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吸货道理 对于普通投资者 看不出来 但是有些 咱们讲 这股票出现比较好的现象 看到吸货 就是这股票底部 两个涨停满启动的股票 他有双涨停启动的股票 并且双涨停都是带量的 这个我认为这是 庄家吸货的第一 就是开始 经常能开始 底部双涨停启动的股票 下轮行情如果再砸下去 再出现行情 大家还是要从这种 有涨停满的股票里开始找起 最好有 涨停满放量启动的股票 多半比较牛 多半比较牛 这种股票呢 有些股票呢 这个庄家就是非常腻违 他是涨也费劲 跌也费劲 那样的股票 根据人的性格 反正我不喜欢做那样的股票 你跌也通通快快的 百分之七十八十九十 你跌完他 涨的时候你也通通快快的 涨停满就往上走 或者是一个通通快快的 一个上升趋势 别今天进三步退两步 这样的漫免油油的 那样的股票不好 这是一个股票的股性问题 所以说大家要了解了股票以后 很多股票 比如说说几个板块 你就知道这个板块 你该买什么股票 因为什么这个板块 这个股票股性好 比如说想到买农业 首先大家应该想到买种子股 种子股农业启动 多多少少都会启动 而且经常涨停满 股性比较好 买煤炭 大家首先应该想到买的 国阳新能和陆安环能 他都会跟着煤炭走 只要煤炭启动 这两个股票一定会下上走 但有些中国神华中煤能源 他可能就不走 他可能就在底部盘着 或者这两个股票 就经常容易涨停 买银行 银行动 普发和那个深发展 这两个银行就容易动 但有些银行他就不跟 像中信银行 交通银行 他可能就不跟涨 或者他涨的就少 就是学完了以后 炒多了以后 提到一个板块 你迅速的就能从脑子映射出 你该买什么股票 随即你就把这股票翻出来 看盘面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第四个问题 就是制造片线的陷阱 这个其实跟那些假消息 那种虚假交易 它都有相通的地方 制造片线陷阱 这个股市就像冰场一样 喜欢研究冰书的朋友 可以在股市里能找到很多 并法答案 大家都是在博弈 在这个圈子里 是真真假假虚实实 它都是个概率的问题 比如说判断 这只股票 装然是进货 但很有可能 虽然它是在历史的底位 但很有可能 它做出那样图形 是为了大小飞减持 因为大小飞不存在 那种成本问题 现在我们的市场 对接了产业资本以后 就大小飞减进问题以后 就要有创新的眼光 看待这个市场 很多的时候 真正的市场的主力 就会发生变化 很多上市公司 它真正的庄家 就是上市公司本身 本身的力量 它可以找一些机构 通过一些途径 通过一些题材 拉抬到自己的股价 然后为这种大小飞 创造利润 我们这轮很多牛股 之所以涨得好 比如说海同证券 之所以能够 大小飞减进之后 走出那样的行情 当时海同证券减进的时候 我是曾经申请过 要满仓介入这只股票的 我当时想 这种股票这么大的问题 市场关注度这么高 它真正的庄家 如果想出货的话 不可能会是 以大跌的形式来出货 它必须 把这个股票的股性来做活 它必须把这个股票的股性 来做活 就必须把它拉到一个价位里 然后让市场都觉得 这个股票没事 大小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再慢慢的再去减持 慢慢的抛售 它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 才能把货真正的卖出去 如果大家都拼了命的 打点跌停的话 最后谁也走不了 股票没有这么卖货的 真正的杀人的股票 并不是那些连续打板跌停的股票 很多时候是慢刀子割肉 一天跌点涨点 一天跌点涨点 你感觉这个股票 永远给你以希望的那种股票是最套人的 像这种银广下连续打点跌停的股票 那是凤毛银角 这种股票当天解禁股上市以后 它很明显的 它是有 有大资金来配合着市场的一些大的 上市公司也好 和主力也好 进行拉抬的一个走势 因为这个股票 它本身的话 上市公司基本面没有什么变化 它一个券商股 业绩在中国券商也算不错的 它回到了7块钱的位置上 它是有价值的一只股票 这种股票在这个位置上 是有大资金认可的 愿意去接手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实际情况 而且也由于大小费存在 它会迅速的吃到货 吃到货拉高以后 在这些钱的盘面 尤其这几天比较明显 出现了一个 就是不顾一切 抛压的这种盘面 盘面特征 这我分析是主力在这里 有一群大小费 或是大小费 在这里逃命 这样的一个走势 但随后呢 这股票它又慢慢做起来了 股市这些东西就是 充满了变化 有些时候很诡异的这样一个市场 所以在这样的市场里 大家就要经常认错 我做股票经常选错股 就喜欢买的多 有些股票 就是卖的时候不见得卖的涨 很多时候就觉得选错了 我先把它看得不顺眼 先卖了 先割了它 这个止损有很多很多那种技巧 一个是你设定了固定的百分之多少 一个是你看着盘面 它跌破了某个重要的支撑 这是从技术上止损 还有的止损就是 假设你是短线的操作者 这个股你预计它短线 我追涨会有多少利润空间出来 它第二天随即递开 并没像你预想这样的走的 通常性化下这类的股 我喜欢 当时我就把它割肉出来的 我不论它后面能不能涨上去 不跟它玩的 因为我跟我设想的不一样 我就及时认错 割肉就跑出来 也不等 去想下一个股 就保证那种大概率的 十四当中我成功 六次以上就可以了 你常朝短线的话 它有很多 很多你这个市场的感觉就出来了 什么样的涨停板能追 什么样的涨停板不追 慢慢的形成一种本能 第五点就是操纵股市 中国的股市 刚才很多人问我 会不会有什么操纵 我觉得中国股市实际上是一个受政策干预的 非常强的一个市场 这种干预我们不能用它来操纵 它 我们只能用它来用干预这个词来 就像中国的一些很多产品的价格 也都是采取政府干预机制 咱们不能叫政府操纵机制 我就觉得这个市场是有鲜明的政策式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看准政策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昨天也讲到了 现在市场不排除政府为了扩大内需应用钱 把这市场拖起来走一波权重股子 这样的行情走势 如果出现这样的行情 只是典型的干预股市 这样的一个这种政策的特点 但是这个市场并不是只有政府干预就不好 如果我们市场按现有的这种市场状况 如果政府在不加管理的话 这个市场是非常非常混乱的 政府在现阶段的中国股市进行适当的干预 是有利于中国股市的长期向好的发展的 但市场化的要产生 但是呢政策影响依然很重要 现在世界各国从股市也好 从经济也好 越来越趋向一个什么小社会大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我觉得未来的政府干预不仅在中国全球市场上会越来越强烈 整个市场的政策是在西方不是被弱化 而是将来是个强化的趋势 我们做中国的市场的股票的更是如此 我们从来都是这个股市就是因政策而生 因政策而成长 一切这十八九年的中国股市变化 多得来于政府不断的努力 这样的一个结果 当然所有市场都存在不足 这是辩证的去看 第六点是公款炒股 公款炒股 这也是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至少股市当中充满了各路资金 公款炒股的也非常多 前两天大盘大跌 就与央行查处违规资金进入股市 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消息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违规信贷资金进入股市 公款炒股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 这是公款炒股 第七点就是内幕交易 由于机构 庄家跟普通投资者 他们处在不平等的交易地位上 这样的话必然带来 有一部分人会先知先觉 他会提前知道一些消息 操而获利 我们看到每次 差不多每次 有重大的消息题材公布的当日 在消息公布之前 盘面上都会有移动 都会有移动 所以有些时候盘面 比你知道消息更重要的道理就在这里 看盘面 能读出消息来 就像前天那种大盘大杂 我就感觉背后可能有正 正色的东西要出来 但随后也没出来什么 但是盘面上显示 就是有大资金的移动 当你知道消息以后 也基本上都晚了 基本上就晚了 上市公司很多情况 比如说这个上市公司 这两天要出年报 但是出年报呢 之前的盘面走得非常软 这说明他的年报 可能是低于预期的 或者是年报当中才有问题 这企业会出现比较大的亏损 如果这个企业 年报之前的股票 就炒得非常猛 非常凶 那么说明什么 年报很可能是有 非常亮丽的年报 年报之前呢 年报的过程中 可能出现一个高的送配 像前两天 我介入了一只股票 当时我就预计 他年报可能会不错 这里 他年报之前经历一个 经历就明显的 跳红高开 一路向上的走势 结果年报出来 时转动时 拍3.5元的这样的一个 所以捕捉这样的股 捕捉那种送配的股 实际上是在盘面去捕捉 不是在消息面去捕捉 当消息面已经成立的时候 盘面这个股的股价就已经高了 你最适合的买点就没了 我们可以关注这些上市公司的年报 披露时间 在年报披露之前的一段时间内 看他盘面有没有移动 然后去介入 炒他送配的行情 炒他那个送配消息 出来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你放心盘面走得强 远远强于大盘 年报出来肯定有惊喜 就是这么去炒送配股 炒年报股 炒年报之前的盘面 很多人等年报出来 再去再去出来送转再去买 这种会有盈利的概率是很小的 你看这个西非国际 年报出来了以后 他虽然他股票也涨了 但是明显的你看 他整个的上升 就是这个量能已经异常放大 如果不是大盘暴涨的话 他未必3月4号 他会涨到6.53个点 未必会涨到那么高 内幕交易 第八点是老鼠舱 老鼠舱就是前两年媒体上报道很多案例 某某基金公司 某某公募机构 利用自己职权建老鼠舱的样一个 这样一个实例 这种在现阶段的话 也不是 也是存在的 客观存在的事情 很多股 从盘面上我们就可以补却老鼠舱 我讲老鼠舱 是讲教大家去如何办 去抓那种盘面上的老鼠舱 我在这轮行情 我最早接触这只股 就是因为这只股 我在盘面上发现老鼠舱 在这天7块钱的价格 7块钱的价格 是当时 那天这个股票 在瞬间出现了大单 打到了7块钱价格 而这个7块钱价格 那个位置上出现了巨量的买单在那等着 然后就成交了 当时大盘在11月4号是见底的过程中 也是底部区间 然后出现了一个巨量的买单 非常大 买单 这个买单正常情况下 这种股票盘面上不可能出现在某一价位上的巨量的买单堆在那里 而且这个价位何况又是离卖盘很远的价位 当时离7块钱还比较远 这个价位出来以后 随即这个股票 你看这天就开始走出一段非常亮丽的行情 就捉老鼠舱 如果您不知道 没有人给你提供老鼠舱信息 那我们自己自己更生 从盘面上去看老鼠舱 老鼠舱多半盘面是是有现象的 这天这个股票在底部阶段这个票很多 在这天的时候放出了天亮 而且是这个量 一直在18块钱上下两毛 分时图我看能不能点出来 在这里 我们大家看看这小图 在这里看 看 看 这个量能是非常异常的 而且它价格就在这个上下波动 单子很大 当天换手率 我看 达到了10%以上 这个位置 当时我的判断 这个位置可能会出现老鼠舱 或者是那些幕后交易的东西 给你放一些货出去 这不符合一个股票盘面的正常走势 那么随即当天 我就进行了买入操作 不过后面的表现可能有点让我失望 没有走出那种像截念业那样的那么强的行情 但是也产生了一个不错的行情 这里肯定不会卖的 这里 缩量的 到这个区间才会去卖掉这只股票 不涨不动了 这个区间会去卖掉它 这个大阴线是大盘调整的阴线 就是那天 积拉以后洗盘的阴线 这个阴线不是他个人股票的问题 这个阴线 那天你要看到11月18号 那天大盘 他也是走的不是很好 看 它是顺势的一根阴线 这个不怕 连涨了这么多 在熊市大跌的背景下 涨那么多之后 是会有一根大阴线 长成投资者的 这获利盘的时候集中释放 这天大盘也放出了 放出了一个很大的量 这种阴线都不要怕的 这种阴线不用怕 还不是他个股 如果大盘不动 个股它独立的走出这么个阴线 这要小心 但很多真正的风牛股 大牛股 在底部区间的时候 经常有莫名其妙的跌停板 涨停板等等 这种这种异动 这是要区别对待的 就给大家投资久了以后 慢慢去积累的一种 一种这种经验 就像他们刚才那个特尔 那些那个量放出来 那你们看的是 嗯 这种 这种量能 因为首先的话 你一切进入股市的 想买股的前提 是基于你对大盘 后市的看好 所以你才会去挖掘 这样的东西 是不是 对了 对了 这种 这种是一种双底的形态 这种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当然也不是说是后面 它继续颇位下跌 我也就跟它靠在里面 是吧 我不相信任何庄家的实力 我觉得这 老鼠舱的概念 大家可以去摆头上去找 就是 中国 一切就有可能 在故事里 一切就有可能 这个老鼠舱 就是一些利用那个职权 利用什么 幕后交易 输送利益的这样的过程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 老鼠舱现象很多 这个 上港集团 要跌停满 放量 他也是 这些人也把政府吃透了 知道政府在现在要恢复股市的时候 就不会这么深查这些东西 因为他需要维持这个盘面的做多 但是不代表秋后不算账 当时这种是不会去查的 包括有些股票连续大幅拉升 就现阶段不会 应该是不会去查的 你像上港这种 他就是最多的 他百分之十 接着他 利益数 他为什么会 当天那边讲的 有马来高的 这会儿 两天获利20% 这是非常非常高的胜利 你这 你这已经做得很过分了 他再拉出个掌情板 这个 这个做的已经 就得太过分了 他也要防御自己的风险 那谁愿意让其他散户参与这个事 我只想给我的利益 背书送着 带来好处 我不会把他莫名其妙打个跌听 让所有人都在跌听板吃到货 是吧 这个是不会这么做的 而且他这种跌听板 他事后好解释 说我既就利用释加委托或者怎么样的 交易规则 想卖货 不小心下面没单子 就就卖到跌听板上去了 是吧 瞬间 这是这是有些时候是可以解释的 如果你在卖到跌听板 同时你那个席位当天 就把这骨骼拉到跌听板了 这就太明显了 是吧 这就太明显了 因为很多人 权证不是有一天一个人赚了50多万吗 就是因为交易规则 他在一离的时候 就有机构卖出 下面正好没单子 其实他就在一离成交了 随后的话 那股票 那肯定是瞬间的就拉起来 拉起来的话 全都一卖 几百块钱变几十万 这是交易规则 这是交易规则 这是合法的 合理的 如果你 你同一个席位 你当天你又卖出了那么多货 然后你又买出了那么多货 那就赤赤裸裸的老鼠汤 将来你有口难辨 这个还可以辨一辨 是不是 谁卖的 为什么卖 那我当时就是不看好这个股 我当时就想往下砸 利用委判 我就想出货 但是下面就没单子 我就在接行盘成交了 是吧 最后就走得不错 香港集团的走势 这天又出现了墙上影线 就是这种古卡走的 墙上影线 那个也是我觉得 是配合有些资金出逃 配合有些资金出逃 我们07年 很多股建头部的时候 都是没有量的 而且基金席位并没有减仓 很多股在头部的时候 并没有检查 这是这部分内容 和双双双双摇 雅